为了服务更多的在美华人 全美知名的华资银行 恒丰银行 全美的第19家分行 雅凯迪亚分行 已经隆重开幕了 恒丰银行的董事长 吴文龙夫妇也到场支持 期盼新分行能够提供给民众 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一刀剪下彩带 象征恒丰银行 雅凯迪亚分行正式开幕 恒丰银行董事长 吴文龙夫妇 邀请到南加各界的贵宾 一起前来祝贺 虽然当天下起了大雨 但也象征新分行 遇水则发的豪彩头 开幕现场请来武师助阵 吴文龙董事长更邀请贵宾们 一起为省师点睛 象征财员滚滚 生意兴旺 而贵宾们也共同表示 希望恒丰银行能带动 雅凯迪亚市 地方经济的成长 银行就是一个活水 银行所到之处 就是经济活力所到之处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 能够参加这个 见证到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在阿克里亚的很多华裔的银行 我就希望大家能把钱存在银行里 让小偷偷几次没有钱 他们就不再来了 恒丰银行自1998年成立以来 目前资产已经超过了19亿美金 更是一家拥有220名专业团队的大型社区银行 恒丰银行将以诚信为本 专业为责的经营理念 继续为华人提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东西新闻彭丽英鸿文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